最近玩了一款黄油 里面涵盖时间暂停透明 人多人触手 欲足捆绑 避免洗脑性转恶毒 操作包括隐身地大棒 隐身戳后庭的也就是黑神话武功 其实你真把这玩意当成美少女游戏 那也没问题 只不过这游戏里的美少女 有猪变的 有雌小鬼变的 所以红孩儿和猪八戒都是小男娘 红孩儿天天喊我 我还从猪八戒肚子里边蹦出来了 所以八戒鱼我也算是充满着母性 那别管真身是啥 女生不也化妆吗 这不可化妆一个道理 这下真成恋爱游戏了 不过黑猴其实是个很不好聊的游戏 毕竟众所周知黑神话游戏玩家 分为三种 普通玩家 云玩家 还有石猴 石猴也就是嘴硬的 跟石头一样的云玩家 就不得不说黑神话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 甚至对国内往后的单机市场 都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因为黑猴 观看体验和游玩体验也略有区别 所以不少云先生 也就是石猴就开始了新的原神启动 禁止任何诋毁黑猴的言论 攻击任何诋毁黑猴的玩家 上至外网 无差别攻击 下至各种游戏下 胡乱评论 颇有当年原批南征北战的样子 其实现在原批也在南征北战 无下线的行驶的互联网 可以无代价伤人的尊贵特权 只可惜猴哥打天兵天将的时候 没把这群人带上 就这24小时不间断 同头铁嘴的强度 二郎神尼玛 枪皮卷刃了都砍不动夜张嘴的 其实这也是理所应的 毕竟黑猴这个游戏 观看和游玩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观看体验 那是灰红的画面和叙事 精美的画面 也激烈的战斗 太热血了 太帅气了 满分这猴哥 简直就是活 更何况我还能看主播红温 普通玩家体验到的 除去这些优秀的地方 还有一些不足 那就是剩下的 迷路空气墙和 久久归翼的地图 这是什么地方 我咋又回来了 之前看苍蝇对着玻璃 一直装 我觉得这就是这种 动物的智力上线了 现在我对着空气墙 咚咚咚 怕不是当年 孙悟空喜欢变苍蝇 还给我留下病根了 其实空气墙 最多是一些小事 它能影响的 只是一些决策 山虫水赋 一无路流暗化明 又夜 我咋又绕回来了 本身因为没有地图 在不看攻略的情况下 极其容易迷路 结果还设置了很多 环形路线 就很容易顺着路绕半天 又回原点了 这转半天回原点 那游戏我玩过 那个不光有棍 到底下还有个棍 虽然是霞不掩域 但也确实可惜了 这原本能满份的作品 毕竟你说 国内单机行业 在早年 盗版风波打击的 一蹶不振之后 再经历了这十多年的空白期 能做到这种程度 那确实也不错了 但是底蕴不足 经验欠缺的问题 还是在地图设计上 暴露无遗 另外可惜的 也有剧情方面的 其实黑头整体的叙事 都很优秀的 无论是战斗演出 还是各种短片 与剧情设置 都是相当的不错 就唯独到了老猴说 三打白骨精 是孙悟空 三次打死爱人 啥呀 这我哪条支线没做呀 真有结局三 真有水下八关 我少看了哪一点呀 就孙悟空谈恋爱的 那剧情我也从小看了不少 和牛魔王女儿谈恋爱的 和仙女谈恋爱的 和唐僧谈恋爱的 和哪吒谈恋爱的 所以这种题材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你一点铺垫 都没有这突兀呀 就好比我一觉醒来 鼻子上长了个痘 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但是一觉醒来 鼻子上长了个牛子 这就不正常的呀 纯爱战士何时来的 其实了解的人都知道 毕竟黑神话的制作人 冯济是斗战神主策划 游客大部分核心 也是前量子工作室的人 这属于是夹了一点私货了 但问题是 谁知道这斗战神 跟黑神话有关系 就算你了解斗战神 但是他们之间的观念 也未必会有人去真了解 个人是很喜欢了 黑猴想要描述一个 不完美的大圣的这个形象 也很喜欢天命 即使苦命的主题 但是三次打死爱人 这一点的图文还是会让人 莫名的觉得莫名了一下 或许会有很多人拿黑神话 对比二等法环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用二等法环 来衡量黑神话的那一刻 这黑神话就已经成功了 不过也随之有人 自豪过头化身原味兵 去外网丢人现眼 更有用 莫须有的抄袭噱头 薄流量的小丑 只能说孙悟空打的妖魔鬼怪 还是打的少了 互联网才是妖魔鬼怪 最多的地方啊 兴许游戏未必满分 但一定是优秀的游戏 足以扬眉吐气 但也希望啊 魔证人也别把这刚正的面子 再给丢完了 哦 再问一句 Ctrl键和攻击键误触罢了 怎么办呀 我甚至为了这个买了个新键盘 结果发现压根就不是键盘的问题 我已经受不了 打一下蹦一下的日子了呀 好了 本期视频倒就结束了 喜欢请务必啊 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吴儿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